這個是在終極派錢理論的放在尾上,因為我剛才說漏了一件事,我忽然想起, 就是有些人竟然說,怕派了三百,如果每人派六千元就是派三百億, 那些人拿去洗會刺激通脹,令到貧富階層受苦, 我真的覺得這個,我現在不想罵人,不想說人家是白癡,這個是無腦的最佳證明, 因為他是用所有的方法去想,都不會得到一個這樣的結論, 我用critical thinking 告訴大家,當有些錢,政府收了一些錢出來, 他不過是分一些出去,在收的過程裏面,政府收的過程,如果不用, 這個可能產生了通縮的效果,所以他分一些出去, 他又不會產生通脹的效果,因為首先是有一個收了回來的過程, 那些錢依然在市裏,circular的錢,原本是來自市的, 現在回到市裏,這是第一點,第二點, in case,那300億有人給他消費,可能有百多億拿去消費, 這個會不會因爲增加消費而刺激通脹呢, 我用兩個answer給大家聽, 當有一筆錢投入市場裏面,是所有人平均分配那一刻, 他能夠產生的通脹作用一定比那筆錢少, 你明不明白這件事,即是如果全香港人每人有100元, 多了100元,他能夠刺激的通脹乘數效應, 必然是少於100元的,爲什麽有時候政府花多些錢, 是會令到刺激了通脹,然後有人受害呢, 就是因為政府拿錢去建工程那些,那些人沒有分到, 你分到那筆錢,而那筆錢刺激的通脹效應, 一定不夠那筆錢的, 你明不明白這件事, 第三點,基礎理論就是什麽呢, 一筆錢洗出去會不會刺激通脹效應, 是和幾個數目比的, 一個叫做香港整體的M2供應, 是十二三萬億的, 一百多億會刺激到通脹, 第二,香港的GDP是二萬多億的, 在一個這樣的經濟體系裏, 這二三百億會刺激到通脹, 這個是,我是不懂得回答, 第四點,還有一點, empirically speaking, 即是我們用實體體驗來講, 這件事已經在上次派三百億那個解答了, 通脹是聞風不動的, 你最好就是漠視所有的東西, 然後繼續講這些謀論, 好。